好 那我们一样就直接用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范例来当作是开始讲解 所以第一件事点档案总管 然后下载 针对这一个Power BI档案 全国收支2022-1019-1 希望你们把这个日期改一下好不好 2022-1025 然后快速点两下 好 我想这应该很简单 我要直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现在我拿到这个档案 相对我的来源路径 我整个都要换掉 对不对 放在下载里 所以就请大家先做这件事 常用 不是点上面转换资料的图示 而是点下面的 因为我们要到一个很少去使用的资料来源设定 因为你可以去四个地方设定 那四个 因为我可能有两三个地方要分别设定 范例档案 第一个档案 还有那个我实际的这个收入00经济部 Clean这一个资料表 都要去设定来源 那干脆你就直接透过资料来源设定 把整个的来源换掉 好 常用 这是第一点选常用 二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转换资料选择 然后三点选资料来源设定 然后我们去改这个路径 你那台电脑绝对不是叫Cent 好 点它 变更来源 浏览 我是放在下载 下载里面的这个 记得吗 收入00经济部Clean 2022-1019 这个资料夹 然后确定 确定 关闭 然后剩下让它跑 如果它不跑 那就请你点一下 这个套用变分 我们看等一下它会跑出来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我跑完了 我只是告诉你 这边会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懂为什么 好 请你们做完资料来源设定